《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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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秦星的一句话 主上说的没错 你和他 感情很深啊 如果不是我身边的人 如果不是眼光独到的人 怎么知道我和君业的关系 陆小白 你觉得我的伪装怎么样啊 很好啊 非常好 能得到你们李下人的赞赏 我实在是太开心了 真是疯子 有病 汤子爷 听你这么说 你们唐家和我们李家 似乎大有渊源 怎么 李承契 没告诉你吗 好 那我来告诉你吧 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就从神捕司的起源说起吧 三十多年前 京城出现了两位天才 一个是你爹 一个便是我爹 他们的武功才智都是当事一流 那时候 朝廷想在三法子之外设立一个新部门 专查重案要案 专捕大奸大恶之人 你爹和我爹为了争夺新部门的统领之位 进行了一番比斗 你猜谁赢了 你猜谁赢了 很明显是李统领 不 应该是不相伯仲 真聪明啊 所以 朝廷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呀 那你觉得 这样公平吗 有什么不公平的 这就是朝廷 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放屁 论武功论才能 我爹拿一点比你爹差 好好好 那这就是你爹 创立千人的原因 朝廷既然选择了你爹 他能一手创立神捕司 训练出一批威震天下的神捕 我爹同样也可以训练出一批杀手 你神捕司为国为民 那我千任便大型杀戮 就为了一时之争 为了展示自己的本领 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你爹简直是个恶魔 善人也好 恶魔也罢 我高龄侯只信奉四个字 成王败寇 自作孽不可活 你爹都因此而死了 你能不能洗悟一下 我爹虽然死了 但千任还在我还在 我会继承他的一步 完成他的夙愿 将你们神捕司踩在脚下 将你们李家狠狠踩在脚下 你 你 放了放了 彻底放了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 你爹死在了我的手上 你兄弟被我中伤 很快 你和他也会被我杀死 你们深不私 也将不复存在 你确定你会赢吗 毫无悬念 我都可以猜到你是千任的主上 李承契不行吗 他才是帮到你 他猜到又如何 他能找到这里吗 他能找到这里吗 大人 李承轻来了 王王 王王 感谢观看